哈喽大家好啊 我是刘二手 进入2023年以来呀 我不知道大家啊 就感觉没有 就是说挣钱越来越难了 原本以为是什么呢 就是说口罩这三年哈 咱们都受一定影响 这到了2023年这个一放开啊 经济大环境呢 它能好一点 结果呢 哎呀 这快半年的时间了吧 感觉还那样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进展 就是明显就感觉啊 咱们普通好多老百姓啊 不敢花钱了啊 可能怎么讲呢 就是因为这一个口罩这三年呀 哎 心有余悸啊 怕外衣今后呢 再遇到一个像口罩这样的一个 这种突发事件啊 怎么办啊 就是老百姓啊 没有安全感了啊 然后对于我来说呢 就是说最近从这个2023年开始啊 就明显感觉这个赚钱的速度啊 哎呀 是越来越慢了 然后花钱的速度到急剧商征了啊 可能我觉得大家的情况也都差不多 然后呢 呃 面对这种情况啊 其实怎么说呢 就是它属于今后等于过了2023年 我们未来十年可能要进行进入到一个存量竞争啊 什么叫存量竞争呢 就是以前是增量竞争 就是这蛋糕这么大吧 咱们可以把蛋糕做大 哎 做大 咱做大 现在呢 这个蛋糕呢 就这么大了 做不大了啊 咱们在这个现有这个量 在情 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大家就是 去竞争啊 都想 能多分一点 多吃口大的 但是呢 呃 它量做不大了 是吧 呃 大家都想 在原这个量保持不变的基础上呢 咱们能多分一点 这一下呢 内卷就来了 啊 也就是现在咱们面临这种情况 想挣钱 难啊 但是花钱 这个如流水 啊 作为我来说呢 就是说 我给大家提几点建议啊 第一 首先咱们就是说什么呢 呃 在最近这几年吧 两三年 咱们不要说炒股票 啊 什么那个玩彩票 啊 什么这类的 啊 就是说 放弃这种一夜暴富的这种想法 啊 因为 不管是股票啊 彩票啊 什么的 他都是 怎么说呢 都是对社会底层的一个二次收割啊 因为当社会底层 说比如说我们通过劳动啊 挣了点钱啊 我们想用钱去挣钱啊 毕竟用钱去挣钱更快嘛 对吧 谁愿意成天老用劳动去挣钱 那么想到什么呢 彩票啊 炒炒股票吧 啊 但是呢 这个股市呢 实际上它的情况呢 是对我们这种 社会底层老百姓的一次 二次收割啊 就是原本你在工作岗位上呢 就已经被老老板收割了一轮了 然后这一下呢 你再被收割一轮 他这个股市啊 他不是让你发财的啊 他恰恰是让你落入了一个陷阱 本来呢 就是说你觉得炒股能发财啊 能能去怎么样呢 但实际上呢 等你把钱投入进去之后呢 他是 对你进行一个收割 也就是说 我们就好比被困在牢笼里的一个 龙中之兽一样 啊 我们跑不出这个牢笼啊 但凡呢 就是说我们想挣扎一下 或者咬一咬 想让这个牢笼这个铁栅的松动一下啊 或者说我们挤出个份儿 想钻出这个牢笼呢 都被人很快的就控制住了啊 所以呢 当我们说想通过这个钱去挣钱的时候 马上到了股市里头啊 彩票里头啊 什么的 就就就 什么基金啊 就这涨等等这类理财产品吧 就是被人收割啊 甚至说这些东西存在的意义 就是防止人实现这种财富自由 实现这种阶层跨越的 所以这种东西呢 在这些年呢 咱们就老老实实的啊 不要去碰 然后就是 嗯 不要去投资啊 其实怎么说呢 现在这种情况 咱们这么说吧 你投资实体啊 就是说你不要投资创业 甚至投资创业啊 现在它都已经变成了什么呢 它都已经变成了一个 就跟股市一样收割韭菜的地方了啊 谁创业就收割谁啊 它基本上已经成了这么一个现状了 就好比之前咱们说的啊 一个商场啊 比如新建一个商场啊 什么新巴克啊 肯德基啊 麦当劳啊 优衣库啊 就这种 耐克阿迪啊 大型联络品牌啊 让他们入住进来呢 都是头一年免费 交免交租金啊 甚至还有一些各方面的优惠政策 这几个大牌 国际型大牌住就住进来 剩下呢 其他一些小伞啊 比如说一些头大的啊 非要说我在哪那个商场里头 我得租个这个店面啊 我去创业去啊 然后呢 你就是那被收割的啊 你就是被收割的 人家那些大牌 可能都不交租金 为什么呢 就是让你上套 收你的租金啊 你这一进来呢 你爱挣钱不挣钱 跟人没关系 跟商场也没关系 只要你把租金给商场一交 哎 商场就得了啊 你爱挣钱不挣钱 而且最好呢 是什么呢 你能早点倒闭啊 因为你这个 比如说你这一交租金 交了半年呢 交了一年呢 啊 你这个没干仨月 你就是我撑不下去 了啊 我我赶紧退 撤着吧 你这一撤 我跟你说 租金也不退你 啊 人家等你一走 马上再让新的 这个租付进来 哎 你那 你那剩下那些租金 就白交了 就等于白赞助给人家了 啊 就是这么个情况 等于现在这个创业市场呢 它就如同股市一样啊 也是个收割你的地方啊 谁创业 谁被收割啊 所以咱就别掺和了 啊 这个彩票呢 前两天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啊 福建那个彩票啊 那个球卡住了啊 卡在那个摇奖器里头了 啊 后来当时官方给解释是这个天气原因啊 那就是纯粹就是放他奶奶个嘟嘟屁 哈哈哈哈 你说那天气 那那哎呦 那都那么多年了 对不对啊 那什么天气没有啊 是不是 甭管是风和日丽 还是刮风下雨 那什么天气没有 那他怎么就不堵呢 怎么就这回堵上了呢 啊 后来最后呢 官方呢 哎 也也就没说法了 啊 就等于就是我就是骗了啊 我也不给你解释了 怎么着吧 啊 所以呢 咱们现在呢 就只能是 呃 先别去想这种 有关于一夜暴富这种事了 呃 作为我们呀 最现实的一个就是 首先有工作的啊 别辞职 另外呢 如果你的工作目前不是特别稳定啊 尽量找个副业感的 或者说是新学一门手艺 学一门技能 哎 干点副业啊 把这段时间熬过去 因为呢 这段时间呢 确实是难 这几年确实是难 但是熬过去之后 可能会迎来一个春天 就是说我们 从以前的这种物质追求 变成精神追求了啊 就是 以前的经济啊 从粗放性发展 就是 呃 从从79年改革开放以来吧 啊 只要胆大啊 脸皮厚啊 甚至不要命 敢干就能挣上钱 慢慢的 进入到这种细分化 经济化发展啊 慢慢今后就是 什么样的呢 哎 有良心的医生啊 有向人精神的这种工匠啊 有 有正义感的这种律师 哎 就这种人慢慢能挣钱了啊 就是好人的春天要来了啊 所以咱们呢 就是现在处在一个 呃 黎明前的黑暗 这个卡不当上啊 就是看劲上的 扛一扛 忍一忍啊 咱们就争取把这个 给他熬过去啊 我家 加油 大家呢 咱们一起加油 好不好 就说这么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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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